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块YG板上的通讯电路 这个YG板上的通讯电路比上一个要复杂一点 它同样的是用了两个光偶 这是一个驱动的三级管 这端是一个大的电阻 这有一个二级管接这个信号端子 这端有一个二级管和电容并联接这个零线 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电阻 一个小电容与这个光偶是并联的 YG板接收信号和发送信号 是通过这个光偶来接收信号 这个光偶来发送信号 发送的是通过这个三级管 这个三级管的G级 通过一个电阻接MCU的一个引脚 这个三级管的极电级 通过线流电阻接3.3V 我们量一下 好,我们测量一下 这个三级管的极电级 通过这个电阻 然后通过这接到3.3V上 然后这个光偶的这个引脚 是直接接到3.3V上的 这个光偶的三角 是接我们这个电阻上 这个电阻 通过上面这个电阻 直接接到MCU的一个引脚 这个光偶的二角 是直接接地的 这边这个光偶的这一端 是接到我们这个线流电阻上 这个线流电阻 这一端是接到我们 这个二级管的这一端 这个二级管的这一端 是接到我们零线上 然后我们这个二级管的这一端 是接到 光偶的这个引脚上 这个光偶的一脚 直接接到我们这个二级管的这一端 也就是接在零线上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详细电路 首先这一端是我们MCU的接收端 这一端是发送端 当接收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 来的信号通过这个光偶的一二角 然后通过这 通过这个光偶的四三角 然后回到信号端 然后在这端呢 四三角就导通了 那么这个三点三伏 通过四角 然后通过光偶的次级 通过这个电阻 然后通过这个电阻 加到我们MCU的接收端 当我们外极板的MCU发送的时候呢 是通过这个线流电阻 加到这个NPN型三级管的积极 NPN型三级管呢 随着信号的高低变化 它就会从极电极 向发射极导通 然后从这个光偶的一角 然后二角直接接地 这样呢 就使内部发光管间歇导通 从而使这个三四角 间歇的导通 它的电流呢 是通过这个N级 然后通过这个线流电阻 通过四角 通过三角 然后通过这个电阻 然后通过这个二级管 回到信号端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